好,现在我们要做华文练习 小朋友们拿出来华文作业本 我们打开第十一页 数一数,图里有几只狗 圈出正确的答案 现在我们要数,我们要找哪个是狗 然后我们数一下图里有几只狗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图 这是狗吗? 对,这是狗 所以我们把狗圈起来 然后我们看看下一个图 这是狗吗? 不是,这个是 猫 我们要圈的是狗 所以这个是猫 我们不要圈猫 我们要圈的是狗 然后我们看 下一个 这个是狗吗? 不是,所以不要圈 这个是狗吗? 是,所以我们把狗圈起来 然后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 这是狗吗? 是,所以我们把狗圈起来 好,我们看看第二排的 这是狗吗? 不是,这个是猫 所以不要圈 这个是狗是,这个是狗是 所以我们把狗圈起来 然后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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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狗是,这个是狗是 所以我们把狗圈起来 好,下一个 好,下一个 这是狗吗? 不是,这是猫 所以不要圈哦 好,我们看看第三排的 这是狗吗? 不是,这个是猫 然后最后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 这是狗吗? 不是,这个也是猫 所以不要圈 好,现在我们数一下 图里面有几只狗呢? 我们一起数好不好 好,一,二,三,四,五,六 哇,有几只狗? 六只,对吗? 有六只狗 所以我们找一下 哪一个是六的字 这个是六的字吗? 不是,这个是五 然后我们看看旁边的 这个是六的字吗? 是,这个是六的字 所以答案是这个哦 我们把六的字圈起来 六 因为这里有六只狗,对吗? 所以答案是六 好,我们看看下面的练习 我们看这里 有什么? 看图做打 把对的橘子画钩 我们看图哦 这里有谁? 有小狗 然后它在做什么? 它在吃 吃什么呀? 吃肉骨头 肉骨头 肉骨头 所以小黄狗爱吃肉骨头 所以哪一个橘子是对的? 我们看上面的 我们看上面的 小黄狗爱吃肉骨头 答案是对的吗? 小黄狗喜欢吃肉骨头吗?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画钩 然后我们看看下面的橘子 小黄狗爱吃鱼 你看 小黄狗在吃鱼吗? 不是在吃肉骨头 所以答案不是第二的橘子哦 所以答案是上面的 小黄狗爱吃肉骨头 好,现在我们就要写狗的字 小朋友们还记得怎么写狗的字吗? 好,没关系 我们再重复一遍 狗 狗的字先写 撇 弯钩 撇 撇 横折 狗 竖 横折 狗 狗 我们再来一遍哦 撇 撇 弯 狗 撇 撇 撇 横折 狗 竖 横折 狗 撇 横 狗 撇 彎 横折 枯 水 横折 横折 狗 撇 横折 横折 狗 撇 横折 横 垢 垢 撇 彎 垢 撇 撇 横折 垢 树 横 垢 垢 撇 彎 垢 撇 撇 横折 垢 树 横折 垢 好,那下面的一排 小朋友们要记得写哦 好,我们的华文练习 先做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在家 不要忘记要写作业哦 小朋友们再见